政治焦点带您关心的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最近因为幼儿园未要案还有竞选 让他可以说是蜡烛两头烧 而最新两份民调出炉 包含了电话还有网路 都可以看到侯友宜目前的排名 是位在了第三名 而另外有柯文哲的支持度首度破三成 现在呢就传出了国民党中央 将全面来接手侯友宜竞选团队 并且有可能让党主席朱立伦 担任晋总主委 对此党中央表示说 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说法 但是跟侯友宜团队都有密切接触 面对民调侯友宜谢谢指教 因为根据关键调查电话最新民调 赖清德支持度破三成 稳居第一 第二名是柯文哲 有21.5% 侯友宜位居第三 降到17.9% 网路部分差距更大 赖清德支持度高达37% 柯文哲破三成 侯友宜是21.87% 落后第二名柯文哲 十个百分点 侯友宜不怕挑战 不怕困难 我从来不会开空投支票 民调要投票那片高才有用 其他片高有什么用 碰上板桥幼儿园 为要案冲击侯选情 更传出党中央将全面接手 侯友宜竞选团队 我们起步比较慢 在团队整合上 我们需要更加把劲 侯和这个市长的整合 要比其他的被提名人 整合的项目多 解铃还需吸铃人 党主席 秘书长都在帮忙 甚至于我们常委 虽然能力有限 也各尽棉薄之力 毕竟侯伴成员 还是多局限在新北 原本的幕僚团队 是否排位 党中央澄清双方 早有密切沟通 也会定期开会 但侯友宜在党内整合 似乎也不顺利 连党主席朱立伦 都被点名担任 进总主委 目前没有听到 这样子的资讯 但是我想朱主席 作为总教练 选战总教练的角色 一定会是侯友宜 竞选团队最坚强的 侯友宜支持度陷入危机 毕竟数字 如果持续垫底 可能产生的破创效应 国民党可承担不起 九分站员杰 蔡同吴台北综合报道